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对不起 刚才话我说中了 坐下吧 什么时候你结了婚 生了孩子 做了妈妈 就能体会到我的心了 你妈妈这个年龄 别说自己经历过的 就是看别人家的故事 那看得还少啊 我们不是不同意你谈恋爱 我和你爸爸还着急 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 你这突然告诉我们要结婚了 这男的大这么多 还是这个条件 有前妻 孩子都和你差不多大了 你让我们怎么接受得了啊 你说 你们谈了多长时间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谈半年了 之前没说 是因为 因为他家离开谁也不同意 他家还不同意 他家还不同意 那我们更没必要同意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啊 是吧 这又不是 谁比谁能拿枪拿掉 是吧 我们不同意呢 有我们的道理 他不同意也有他们的道理 这点讲道理嘛 是不是 我个人来关注 你在这里等什么呢 我等你哥电话呢 肯定跟丈母娘聊得正开心的 你急什么呀 但问题是这吃饭 都都急点了 怎么吃饭吃到现在还没吃完 你说 你找这样的一个 那以后大家在一起 别扭不别扭 她是管我叫妈呢 还是不叫妈 她要是叫出口 那我听着也别扭啊 我就想找个年纪大的 成熟的 这样懂得心疼我 你大个四五岁五六岁的 妈妈绝对不会反对的 你也不能找个这么大的 就算是说 咱们不在乎这个年龄 那她又是离婚的 还有前妻 还有孩子 这日子能给我消停了吗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这么个婚事 我想结 不行 你必须和她分手 立刻马上 我不分 不分不分就不分 我们也就去跟她登记 enem Sofia 哎 的 教教 教教 别追她 你看 你怎么动手打她呢 她长这么大 咱们还没有动手打过 她一下呢 你这是ですか 你没看见她 但是是好奇死我 你不能动手打她呀 大舅 黑帆 这是我大舅 叔叔 来这个酒吧 川哥有多久了 没多久 住两天 叔叔 来这个酒吧 川哥有多久了 没多久 是打工吗 对 打工 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 大舅您可千万别告诉我妈 妈得打死我呀 男朋友 你妈也不知道吧 那我问你 这么晚了你怎么回学校 我没有车 学校警示的门它不关吗 不 不关 好 今天太晚了啊 你有朋友在 我就不详细地问你了 但是我希望你尽快把真相 跟我说清楚了 不然 我不能保证不告诉你妈妈 好 那我呢 我等你电话 行 那我们赶紧走吧 大舅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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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те booty 这 Hawai attacked my daddy 不 oversimple 你去哪里 哎 脸怎么啦 谁欺负你啦 说呀 哎 回来回来回来 走了 是不是青勇欺负你啦 到底怎么回事说呀 我妈 你妈来了 我说吧 她就不可能同意你跟老白马的事 那也不能打呀 是不是亲妈呀 她又不是小妈呢 哎 倒是谁跟我心事淡淡的说啊 我妈多开通 现在呢 看别人家的事开通 落自己身上啊 就剩一个拎不清了 老白马知道了吗 他们都见面了 我妈一点面子都没给的 我是说 你妈为她打你的事她知道吗 都知道 不是她走了以后的事了 那你回来干嘛 找她去啊 找她干什么呀 你要让她知道 你为她都做什么了 你赶紧的 我再不要 走啦 干什么呀 你赶紧的 哎呀 天天 我 我 哎 哎 嗯 嗯 哎 秋秋 不是 你怎么来了 你爸 没在家陪你父母啊 啊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打你电话你也没见 你 我 我 我们 手机没 人才继续 哎 你那脸怎么回事啊 今晚一定 你妈打你了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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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都要娶你 我却在想起 仰台上还仰着你的外遇 来了 焦焦 爸 妈呢 啊 身体不舒服 穿上躺了呢 来 让爸爸看看 我的脸蛋 哎呦 哎呦 你妈下手真狠啊 这都 都打肿了呢 妈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呀 你今天出手打人的还这么硬气 你愣着干嘛 到冰箱里拿块冰 它浮上啊 对 马上 我以为你出了这个门 就不会回来了呢 我是没打算回来 可是秦勇不让 我没办法再回来的 他长什么好人啊 哎 秦勇又大气又孝顺 他一直批评我 说让我多理解你们 要不是他呀 我才不回来呢 哦 你是为了他才回来的呀 你以为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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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 别开 我跟你说啊 咱们今天啊 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啊 不要吵 也不要舞动啊 爸 一会秦勇来接你们去吃饭 啊 我才不吃顿饭 哎呀 哎呀 你看 就吃顿饭嘛 又不是什么大事 是吧 人家好心请咱们去吃饭 咱们不去显得 咱们倒小气了 再说了 那个 你不同意归不同意 别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是不是 啊 好心啊 你看 来了 晓晓 呦 黄老师 赵老师 走吧 咱一块儿吃饭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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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去 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欢迎欢迎欢迎 请慢用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 我就擅自点了几个菜 哎呀 我听焦焦说啊 王老师喜欢吃螃蟹 赵老师呢 喜欢吃鱼 所以呢 就订了这家海鲜店 不知道喝喝你们的口味 谢谢 谢谢你的盛情招待 也感谢你 这一段时间 对焦焦的照顾 说实话 我更想照顾焦焦一辈子 那就不用麻烦你了 我们焦焦是个独立的女孩子 自己会照顾自己 什么时候她想有人照顾了 自然会有人照顾她 妈 谁来照顾我 做冷定 是 是 是啊 那个做父母呢 也不能照顾她一辈子 是吧 我要因为几个螃蟹 就占错了立场 不是这个螃蟹只占螃蟹的立场 只不占驴的立场 是吧 你们呢 就白费劲了 这门婚事啊 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如果你们不顾忌我的意见 你们完全可以私自登记结婚 就全当我 没有生过这个女儿好了 曹老师 您放心吧 你们要是不同意 我们绝不会登记结婚的 我们一定会让你们同意我们结婚 而且呢 我们需要你们的真心祝福 是我教教的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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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来 来 来 久久 妈 我回来了 哎 你下午休班啊 啊 先超市帮忙 领导就让我们都轮休 哎 哎 妈 妈妈妈 哎 快赶紧跟我说说 我哥到底伺候丈母娘伺候得怎么样 昨天晚上 你哥跟我说要打电话 我等到很晚他都没打过来 我憋不住了 我打过去 那他怎么说 他说含得还不错 是啊 嗯 刚才我又打一个 他说今天中午 哎呀 还请吃饭 哎 我哥真行 你说左一对右一对请丈母娘吃饭 好像跟没娶过媳妇似的 媳妇是娶过 就是没伺候过丈母娘 哎 真是头一回啊 哎 这儿突然间有了丈母娘 不知道该怎么伺候了呗 要不说你妈我命苦了 我一样有闺女 可我就没享受过丈母娘的代理 哎 妈 您这儿别这样啊 您老指桑骂怀的 行 我一会儿回去啊跟福海说 让他好好的请您吃顿饭行吗 哎哎哎哎哎 他的饭我可吃不起 他请我吃一顿饭 那会想着法的从我这儿拿走十顿钱 妈呀 您就满足吧您 您没听人说吗 生了个儿子等于生了个敌人 长大给您带一厨员 生了个闺女生了个亲人 长大了给您带回一夫人 多好的朋友啊 所以说我命苦吗 我正好是反着吗 哎呀 不带您这样呢 我还老解我这两口 您您不好 哎 好 谢谢啊 不客气啊 那个我让公司司机过来 让司机开车 娇娇呢带你们好好逛逛 我呢就不能亲自陪你们了 我下午有个会呢 太麻烦您了啊 哎呀 不麻烦 你们呢也难道来一趟 这平时工作都挺忙的 哎 就好好逛一逛 娇娇 嗯 好好陪陪爸妈妈啊 遵命一定完成任务 嘿嘿嘿 同心 妈 都这个点的饭 早该吃完了吧 您不打个电话问问我哥 什么情况我特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他们都说些什么 我打电话 暂时无法接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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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这哥啊 这陪丈娘陪得够专注啊 怕人打扰啊这是 哎呦有个老同志 要被抛弃喽 我哥这大孝子 从今往后 这孝春照娘喽 你胡说 你大哥是 您要不要老婆 也要我这个娘的 我这不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吗你 我给王娇娇打 你有王娇娇电话 我给老大要的 哎呦那可真行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是怎么样 行 看看这家 妈 我去趟洗手间 你帮我拿下包 哦 去吧 喂 喂 是王娇娇吗 我是秦勇的妈妈 你是秦勇的妈妈呀 我不是娇娇 我是娇娇的妈妈 娇娇的妈妈 他妈 哎 哎呦 哎呦 你好你好 亲家母 哎别别别 别叫什么亲家母 咱还不是亲家呢 再说永远也不会 我跟你说 我真想见你 我是结局不同意 这门婚事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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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你 妈 你们干什么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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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焦 你看 这衣服哪个好看啊 这件 还是这件 咋了 妈 她说什么 她说 她 她不是我的亲家 啊 而且永远也不会是 她不同意亲友和王娇娇的婚事 哎呦 我妈人都说这个你很老大 请进 江蕙 大舅 哎 你先坐 我接个电话啊 哎 妈 你还有脸叫我这个妈 你要是认我是你妈 赶紧回来 江蕙啊 这个大舅还有点急事 要不你先回去 回头咱们再说好吗 嗯 好 哎呀 就不是让你白跑一趟了啊 没事 没事 哎 哎 大舅 你一会儿回老大家见着我妈 可千万别说我这事啊 千万别说 你就放心吧啊 咱俩谈完之前 我是不会告诉她的 好 谢谢大舅 那你空了 我们再打电话 我先走了 一块走吧 好 我必须要批评你啊 你今天太过分了 怎么过分了 你为什么要对亲女的妈妈讲那些话 又不是我找了她 是她把电话打过来的 电话是打给你的呢 焦焦的电话你为什么要听 这是最起码的道德 亏你还是个教师呢 哎 教师怎么了 教师就不是人了 教师就不是妈妈了 看你 我这不给女儿接个电话呢 接可以 转达也可以 转达也可以 可是你为什么要对老人家说那些话 人家 秦永对咱们客客气气的 准备安排车 安排人陪你逛街 你还要怎么样呢 她那是唐一炮弹 你不知道吗 别以为她献点殷勤 我就把女儿嫁给她 她还有耐心给炮弹穿上唐一 就是给你个裸体炮弹 你又能怎么样 现在是你女儿心甘情愿地嫁给人家 他们两个谁也不理你 把婚结了 你能怎么办 她敢 是 就算他们现在不结婚 那天你女儿 坏了人家的孩子了 你怎么办 不要把路堵死了 把事做绝了 今天吃饭的时候 就用说 你不同意 他们就不结婚 他一定要争到你的同意 得到我们的祝福 金庸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真的 他完全可以无视咱们的意见和想法 真的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要得到你的同意 说明他是在乎佼佼 他的幸福和快乐的 你想想 哪个孩子和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了 还会幸福 我是一直支持你的 我知道你爱娇娇 可是你这两天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很失望 你这样做 不但抢不回我们的女儿 反而是把她往外推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 我呸呀我 我怎么那么没脸呢 秦雪听着她 我叫她 亲家母 我怎么那么上杆子地往上爬 我的老脸怎么办 妈妈 你别生气了 跟你小弟来得连不至于 秦勇 你说句话呀 你给妈一个解释行不行 我们永远都不会是 亲家的 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你们 谈得很好很愉快吗 妈 看妈妈 还是不同 与我们俩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要说谈得很好 妈妈 我哥可能是怕您担心吗 他现在就不替我担心吗 如果他早点告诉我 我至于用我这个热脸 去贴他那个冷屁股吗 对不起 老大 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要跟老秦家丢脸 我虽然不在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 但我都能想象得出 你一定是在人家面前 低三下四的 所以人家才根本没有 把你放在眼里 才用那么不客气的 口气跟我讲话 不同意拉倒 他不同意啊 我还不同意呢 他以为什么 他以为他姑娘是谁呀 他以为他姑娘 我们全家都喜欢吗 他以为他姑娘 是一个什么 人见人爱的公主 我们都要捧着 供着 是吗 他不同意了 我还不同意了呢 秦勇 你最清楚了 这件事情最先不同意的 应该是我 是我 是 他不同意 你明天去告诉他 我也不同意了 我还要反对呢 现在他就是把他的女儿 赔着钱送到我们家来 我也不要 行行行 妈 您帮省息了好吗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雪儿 你好好劝你妈 我这公司一堆事 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我走了啊 你走吧 我跟你说 你去跟那个王娇娇说 妈 妈 从今晚后千万别再到我们家来 他来我会把他念出去的 行了 他用那么不客气的态度对我 我也用那么 那么不客气的态度 我还击他我 行了 你别跟他妈置气了 你小地儿来的人 太欺负人了 太欺负了 太欺负了 他以为王娇娇是谁啊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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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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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歇会儿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快坐会儿歇会儿的 行吗 爸 爸 你妈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她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一直是痛进哪里的 怎么会变得这么不讲道理 这么没礼貌啊 那是因为你 对她太重要了 她太在乎我了 这就叫关心择乱 爸 别听我妈说话了 你说我妈现在这样 跟亲友妈妈说话 你让我以后怎么 往人家家里去啊 我怎么见人家啊 哼哼 你妈 根本就是不想让你 和他们再相处 根本就是不想让你 再进他们家的门了 她就没有留什么余地 佳佳 你告诉爸爸 你真的不在乎 亲友岁数大 离过婚 有孩子们 我在乎啊 我想过 我也犹豫过 可是老爸 我已经这么大了 我知道我自己 想要什么样的生父 我一不想去找一个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 穷小子 凭倩夫妻百事哀 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爱情 会被生存给磨灭了 我二也不想去找一个 什么富二代呀 光二代呀 因为像他们那种人 根本不懂得珍惜我 情友虽然 虽然他离过婚吧 可是正因为他离过婚 所以更懂得 应该要去怎么珍惜婚姻 最重要的是 他是真心爱我的爸爸 看来你 的确深思熟虑过了 你这个孩子 从小做事情心里就有数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可是有一句话 你妈妈没有说错 离过婚的男人前提比较多 在感情上以后 一百年会找到伤害啊 爸 不过现在我放弃秦勇 真的去找一个 没有离过婚的男人 就真的能够保证 我这辈子都不会受伤害吗 既然你已经想得 这么清楚了 爸爸就不说什么了 你的人生道路你自己走 你的日子需要你自己过 做父母的 就是在你幸福的时候 陪着你一起笑 在你伤心的时候 只能给你一个 折风打雨的怀抱 其他的 只能给不了你什么 晓晓 对于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管将来过得好与不好 也得要 忠感面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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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哪敢呢 我 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了 这一点 老婆 我知道 你最终是同意他们的婚事的 只是需要一个过程 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帮着你呀 把这个过程给 缩呢 缩短了 是吧 呵呵呵 哎呀 我知道 我老婆呀 是最同情达理了 是吧 最爱我们的女儿了 嗯 我记得她小的时候 你 宁可一整夜地不睡觉 都抱着她 不想让她哭一声 是不是 哎 你说 我为她做这么多 我不求她的回报 哪怕她现在听我一句话 我就心满意足了 老公 我这都是为她好 她怎么不明白呢 老婆 我知道你为她好 怕她受苦 可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现在非要拆散她 她是不是更痛苦 长痛不是短痛啊 你现在不狠心 将来她后悔不就是晚了吗 我就想 我在世的时候 能看她嫁给一个合适的男人 老婆 你敢保证 你女儿嫁给谁 她一定会幸福吗 婚姻 本来就是一场赌博 你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吧 当心里边装着最爱人的时候 还会听听谁的 老婆 你看啊 我认为咱们现在啊 最重要的 不是坚决反对 咱们现在是要看一看 潜勇这个人 到底值不值得 担女儿的终身托付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老婆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真是麻烦 这怎么看上这事儿呢 这怎么看上这事儿呢 你回来了 你陪我出去一趟吧 不是 去哪儿呀 去你妈家 你妈道个歉 我妈正在气头上呢 去了只能让你收吻一句 还是等两小小劲以后再说 哥叔 妈 妈 叫王娇娇听电话 妈 我会处理的 您放心 你少废话 我要叫王娇娇听电话 你放心 我不会骂她的 赶紧让她听电话 说什么 喂 阿姨 我要见你父母 见我父母啊 我要请你父母吃个饭 我一会儿把饭店订好 我把时间地点发给你 你准备一下 通知你的父母 好 就这样 挂了 可恶啊 逗 怎么去吧 你妈说要见我爸妈 说订好饭店 然后通知我 怎么办啊 听着口气飞去不可的呀 你不怕她们俩打起来呀 打起来也注定是亲家呀 你不怕她们俩打起来呀 打起来也注定是亲家呀 那就处 不愿意处 那就老死不相往来呗 反正不论她们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阻止 我们两个人成为夫妻 她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再怎么做她 反正对于我们来说 都没用 不错 现在你做事啊 有我都疯犯了 去 你怎么说没 行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靠谱 行 现在就见呗 我知道 行 挂了 谁的电话呀 乔乔的电话 乔乔的电话 行 挂他妈呀 想见咱们 见就见呗 谁怕谁呀 见的面就能把事情说清楚 我说老婆 见面的时候 你可一定要 搂入女的脾气啊 别嫌弃咱们不打起没礼貌 你放心 这次啊 我绝对打起 来 等会儿你睡 爸 嗯 你要唱哪儿去啊 唱狗人舞下 穿这么立的 嗯 我要去见王娇娇的父母 真不愧 回庆家 我也去 我也去 谁是谁的庆家呀 我今天摆了个鸿门宴 会有一场恶战 我没做饭 你们俩啊 随便弄点吃的啊 妈 别 别动手啊 不像是回庆家 火药味好毒啊 不会打起来吧 气场好强 会艰险 啊 好弹子 妈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娇娇的父亲 爸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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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娇娇的妈妈 您好 您好 我们在电话里沟通过 也算是认识啊 是啊 也算打过交道了 咱坐下来说吧 来 请坐 请坐 坐吧 服务员 麻烦给我们把酒倒上 好的 大姐 你真客气啊 还请我们吃饭 其实现在已经请过了 你们是客人 我应该敬一敬地主之仪 我们家老大和你们娇娇 在谈恋爱 先不说咱们双方父母同不同意 也不说他们俩到底行还是不行 你们既然来了 我就应该请你们吃个饭 这是规矩 也是礼貌 太客气 太客气 服务员 酒倒好你就去催一下 可以上热菜了 好的 好 谢谢啊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吃吧 吃吧 这是凉菜啊 快去 快去 来 来 焦焦 你平时是不是总把你的手机 放在你妈那儿啊 没有 那天就是我上洗手间了 所以 那么你妈妈是不是 也经常有接听别人手机的习惯呢 大姐 我从来不接听别人的电话 我就接我女儿的电话 女儿的手机也不能随便接 那也是侵犯别人的隐私 这点道理 你总应该明白吧 那焦焦 我想请问 是不是 这是你们那儿的 风俗习惯呢 有吗 你听我说啊 焦焦上个厕所了是吧 这手机一直在响 这 焦老师怕这个耽误事 所以就接了嘛 是不是 好 那 那 咱 咱们这样吧 来 咱们这样吧 来 咱们这样吧 来 咱们这样吧 咱们这样吧 来 咱们这样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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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子啊 我们就切入正题吧 秦勇和焦焦谈恋爱 我是反对的 我坚决反对 我不知道焦焦有没有跟你们说 我反对的原因 第一 他们俩年龄相差太大 我儿子离过婚 女儿是二十多岁了 焦焦可以叫他爸爸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不合适 对 你跟我想的一样 嗯 你和我想的不一样 虽然我们之间都是反对的啊 反对他们在一起 但是我反对的第二个理由 我的大媳妇 大企业家 乌梅 很想跟我们家老大复婚 我们全家也是很支持的 他们两个人离婚 没有任何原则上的问题 就是一些生活琐事 鸡毛蒜皮 吵吵闹闹性格不合 你们说夫妻在一起 哪有不吵架的呢 对吧 一吵架呢 脑袋一热 一发疯 离婚了 离婚不可怕 离了婚 我们不是还可以复合吗 我们家老大秦勇 你们也看到了啊 您看看 个头 长相 气质 你能说他不是一流的吗 有钱 有公司 有实力 有头脑 有房子 有车 你能说 这不是那个 现在人家都说的什么 黄金钻石王老五 你不知道 听说我们家秦勇离婚 大姑娘小媳妇都疯了 成群结队 乌央乌央的 排着队的 要找他了 但是我跟我们老大 我有个条件 你不管找谁 一定不能找年龄相差太大的 这个年龄相差大了 且不说之间有代沟啊 咱就说 就算你们结婚了 成了家 但是时间一长 生理啊 心理啊 一定会出问题的 你说呢 大姐 真是好口才啊 你看你这洋洋洒洒 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 你不当老师啊 就可惜了 这谁家的孩子啊 谁家夸 那我也说说我们娇娇吧 我们娇娇 又年轻又漂亮 和百里挑一 就是找一个 比秦勇条件好的 没接过婚的大小伙子 那是排着队的 没这个必要嘛 你看看 你们那边也排着队 我们这儿也排着队 这都排着队 那干什么 非要把他们凑在一起呢 没必要嘛 你说对了 太没有必要了 就是 娇娇呢 去过我们家几次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 我很没有礼貌 别说 什么欢迎 我几乎是没有什么好脸子的 但是你们家娇娇 是个爱情至上的女孩子 为了和秦勇在一起 为了和她结婚 对我们家的冷眼 她无动于衷 就是喜欢秦勇啊 有时候啊 我都被她的执着 我都 我都弄得我 我都没办法 情况如何 好 那上菜吧 嗯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